大家好 在绚丽的倒计时效果一刻中 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除了制作出这个倒计时的效果以外 同时这里面还有文字的显示 那么在converse绘图中是如何进行文字的渲染呢 我们这一章呢 就将主要就这个话题进行一下讲解 首先我们从最基础的如何在converse写一行文字开始 那么其实想要在converse上写一行文字是非常的简单的 我们大体上只需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设置context的font属性 这个font属性可以接收像css中font属性一样的字符串 比如说这里就是一个例子来设置这个字体的 它是样式是一个粗体 它的字号是40个像素 以及它的字体 那么之后调用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叫做fill text 那么调用fill text可以传入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想要书写的字符串 而后面两个参数呢 则是书写的位置 当然了 大家看到这里有fill 就可以想到fill style所设置的状态 对于fill text也是有意义的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具体的代码实例 在这个例子中 大家可以看到 我首先设置了context的font值 bold40个像素 以及字体aerial 之后我设置了fill style 把它设置成一种纯色 是一种蓝色 然后我调用了fill text这个函数 在这个函数中有三个参数 首先是我要书写的文字 欢迎大家学习converse回图接口详解 之后传入了两个参数 是一个坐标值 来声明这个文字所渲染的位置 是在40100的地方 那么大家可以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结果 可以看到非常简单 这行文字就渲染在了画布上 根据经验大家一定可以想象到 既然有fill text 一定就有stroke text 没错 stroke text用于绘制一行文字 同时这一行文字只有外边框 大家可以看看具体的效果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里我又声明了context的两个其他的属性 一个是line width 也就是线条的宽度 一个是stroke style 也就是线条的颜色 我设置成了一个纯色 也是这种蓝色 之后我使用stroke text 来绘制这行文本 大家可以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大家看到在第二行的地方 使用stroke text绘制出了文字 这个文字只有外边框的描边 stroke text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事实上fill text和stroke text 还有第四个可选的参数 第四个参数叫做max length 他描述的是我们要绘制这一行文字 所可以使用的最长宽度是多少 单位是像素 那么大家可以看看 当我们附上这个值以后 程序运行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在这个程序里 我又绘制了两行的文本 其中第三行使用的是fill text 第四行使用的是stroke text 和前面不同的是 在这里面 我对这两行文本的绘制都传入了第四个参数 并且这个第四个参数我负的值是400个像素 其他的状态保持不变 那么大家可以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第三四行文字被强行的压缩至了400个像素的宽度 这就是fill text和stroke text的第四个参数所描述的意义 那么如果大家的文字渲染的宽度有限 可以使用这个参数来强行的调整 渲染文字中每一个字符的宽度 最后我举两个例子来告诉大家 对于fill style来说 还可以设置我们之前学过的更加复杂的样式 比如说一个渐变的样式 那么在这里我就创建了一个叫做linear ground的渐变样式 那么对于这部分内容 我们之前已经做过了详细的讲解 在这里不会再赘述了 在这里我将这个linear ground创建好之后 赋予了fill style 之后是用fill text来绘制一行文本 大家可以看看此时这行文本的效果 可以看到这种渐变的样式被附给了这行文本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 我们之前也学习过使用create pattern来创建一个使用图像做纹理图片的背景的填充样式 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将这样的方法用于字体的描绘上 那么在这个例子中我使用了砖块这样一个纹理的图像 当这个图像加载成功后 我使用create pattern来创建这个填充的样式 附给fill style之后 使用fill text来绘制一个文本 大家可以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使用砖块的图像作为背景的文理填充描绘出来的converse 这样一个文字就出现了 最后大家也可以将fill text和stroke text一起使用 这样就可以创建出一个既有填充的图案 同时也有外描边的这样一个文字 大家可以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converse的最外面出现了一个浅蓝色的描边 那么讲到这里 相信大家就已经会使用converse的文字渲染接口的函数来进行文字的书写了 大家可能会觉得非常的简单 但实质上对于文字这一部分 还有很多细节牵扯到一些其他的知识 需要和大家一起讨论 那么我们后面的内容就会就文字的这些细节部分进行一个探讨